台北市场选举呼声最高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宣布不参选 外传为了对战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柯文哲 来因打算找来同样常常语出惊人的高人气网红台大教授李锡坤出战 我们专访到李锡坤 幽默犀利的口条创造出许多昆批语录 事实上28年前他曾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县长选举 立战民进党候选人游青 仅以4000票的微小差距败选 但其实他最早的梦想是当飞行员 却怎么走上政治这条路 法文中讲了过世不久老婆 李锡坤充满了不舍与爱声 这个名字近几个月 在什么场合就是不断跳针一直听到 他是人称POWER坤的台大教授李锡坤 网路点开 电视打开 满满的都是他 今天的爱非常虚伪 你又好妞 又爱妞 又取妞 你在干嘛 很多女孩子是一样 又爱又不敢爱 不要以为李锡坤在证件发表 还是主持什么脱口秀 很多场合只是单纯的校园 授课或演讲 但他用犀利观点 一书几件 真编实施的幽默风格 让他摇身一变 成了超高人气的网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我从小本来就 就被认为调皮捣蛋 或者好听一点叫聪明伶俐 这些不知不觉养成一个习惯 其实小学同学对我的记忆 和我现在在脸书上 大家对我的印象 其实都很像 年届70的李锡坤 在台湾大学证据系 教课40多年 他总是用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说话风格 贯通古今 讨论时事 而且话题包山包海 我看了我妈妈跟我太太的 那个临终的那个整个过程 你真的会非常感动 因为真的很辛苦 两遍都很辛苦 你没有这个经过 你在上面大地面 做功德 做个屁 做什么功德 你有家人这样过吗 看似绝白不留情面 但实际上则一针尽血地 倒破各种社会现象 短短几十分钟的课堂中 总能在昆氏语录中 留下几笔经典 就是我们养小孩 不要把他当成台湾人养猪公一样 就是一直要让他肥 一直让他肥 甚至于肥到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我们家长都没有训练小孩 独立磨生的能力 像这一个 这一篇 这一篇影片我也没想到 自从上课影片 被学生分享到网路上 浏览次数天天刷新记录 至今已超过7000万 更有学生为他成立个人粉丝专业 高达55万的按赞人数 让许多年轻网红也望尘莫及 我们就一掌声来欢迎 我们才能够知名教授 最狂教授 除了课堂爆满新书狂销 演讲邀约接到手软之外 李熙坤还有不定期的见面会 为粉丝排忧解惑 翻卸李熙坤的场子 人潮一定塞得水泄不通 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28年前 他就曾经参选过台北县长 当时以微服差距 输给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 当然可惜 但是反过来说 从输赢的观点来看 输一票跟输一百万票 就是输嘛 对不对 我们不能对一个女生讲说 你差一点就是我老婆 那就不是你老婆嘛 说到1989年的台北县长选举 面对劲敌 民进党推出拥有博士学历的 尤卿应战 国民党也跟进 推选由纽约大学 政治学博士学历的李熙坤上场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就会认为说 国民党有没有可以找出一个 相对的跟他条件差不多了 结果真的找不到 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算比较幸运是因为 阿公那时候疼孙子嘛 所以他后来就留下了一些地 我当时就毅然决然 就把他处理掉 拿去选举这样 当时大学念政治的李熙坤 其实心中也一直怀抱从政梦 甚至在28年前自备7000万参选 不过选举结果煞于而归 他形容初出茅庐的自己 就像是一只汗鸭子被丢到海中 淹死是必然的结局 他说熙坤啊 你输这么一点点不算输 真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 放下一切 准备报仇 那我当时就很感动 我也握着他的手 我说那老前辈 我怎么样报仇呢 他说你现在不要再当学者了 你现在辞掉台大的那些教职 我会跟总统报告 会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叫你不用上班 就一直去前跑基层 不过以4000票的微小差距 吞下败仗李希坤并不气馁 反而认为输了是自己的责任 他说磁铁的吸力不够 不能怪铁钉不来 国民党说这一次的县长提名 改由现在所流行的叫做民调 然后民调最高的人来提名他 我当时当然有一点 内心里面有一点噢了 这跟我当初想像的不太一样 可是我想也是基于一种 我已经准备4年了 就登记出来的一个结果显示 我还是第一名 他也没有公布的时候 突然再做一个公布说 好像民调只是参考之一 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妙了 好 再过一个月就来告诉我说 高层另有考量 另有安排 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很遗憾地就退出来了 他毅然决然辞去专任教授 但四年过去了 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却不是他 事隔快30年后的此时 他计划可能再次参选 对象柯P 从政梦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但Paul Kuen又再度上了新闻版面 因为我们柯市长的新闻 真的太多了 那个多到很多很奇怪的新闻 只有我们政治学 可以拿来当例子来当 所以我就会说 以台北市长现在这个反应 就证明我们真的 社会科学真的非常失败 我们台大总会教出这样的学生 来替国家社会负责 然后丢人现眼 就这种叫土包子 所以就酝酿出一个声音来说 那你说人家土包子 你说人家不专业 那你又比他好吗 那你来试试看嘛 那当然我的反应是 有机会有何不可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机会 但是也不是玩笑话 因为我很严肃的 从理论跟实际来对照 不管是当政据系教授 还是想要参选 其实这些都不是李希昆 从小的梦想 小时候的他最想当的 是翱翔天空的飞行员 那个后来日本人就撤退 走了以后 家里留下很多那些 那些军事的那些飞机 那些图片那些杂志 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里面成长 我就说也奇怪 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是属于国家 不应该是属于个人 没有 我小学六年级 就想当岳飞 为了完成梦想 李希昆小小年纪 就开始投资自己 他知道飞行员必须有好蓄力 于是读书不敢读太久 投入各类运动 为的也是要有强健的体魄 终于他在15岁 报考空军右校通过了体检 那后来因为我 我妈妈在我报考的那一个月 就她心脏病了 所以我在高中毕业前五个月 才决定就不读军校 然后考台大 那考台大当然很顺理成长 我的本性就不会想要去考 那个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 经济 我就找一个跟治国平天下 最有关的就是政治系统 做出了不让长辈担忧的选择 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一段不解之缘 高中念建中 大学念台大 后来还远赴纽约念书 成绩优异的他 背后却有端心酸的家庭故事 我阿公阿嬤都有问题 两个都已婚 然后居然很勇敢的住在一起 住了50年 那个时候在乡下是被骂惨的 小时候就会被骂说 你有两个阿公 你有两个阿嬤 非常委屈 父亲外遇 母亲得工作养家 他从小就有祖父母一手拉拔长大 在60多年前的保守风气下 难免引来左邻右舍的流点蜚语 我的阿公阿嬤一看到我 他那个心态是觉得 我是孤臣虐识你知道吗 是那个有点爸爸妈妈不要的 那种小孩 所以他们基于疼孙子 对我真的非常严格 我尽管调皮打架 但是功课我都名列前茅 像我这一类的人 就会比较不想输 或许是家庭背景影响 就算成绩好 他的个性也不是乖乖牌 协议里天生反骨 小学就因为直言不讳 敢于挑战权威 遇到老师不公平的对待 居然号召全班同学 一起拿石头丢老师 引起渲染大波 我在那边带学生打球的时候 突然一声哨子响 有一个年轻老师 他也带着学生 他想要利用那个球场 他就把我们赶下去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 第一个反应觉得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已经在打球 所以我那时候就号召学生说 你们在地上捡小石头 然后抓在手里 等我喊一二三 围照他的旁边就丢那个老师 张毅直言的硬脾气 再说到他李希坤刹那街 变得柔软 他非常的聪明 第二个他非常善良 他很多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他在看这个世界 真的有点永远没有长大 就像天使一样的看这个世界 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他就几乎就很喜欢我了 李希坤和妻子是大学同学 从交往到结婚相爱50年 两人虽然没有声誉 但却是人先路上 并肩同行的好伙伴好朋友 而妻子直到2016年过世前 都不晓得罹患的胰臟癌 已经到了末期 是觉得比较遗憾的 他什么都好 就是身体就不是很好 在医院他们就告诉我说 老师 师母 你要心理准备是没希望的 那要不要我就不要告诉他 他们让他不痛苦的状况 后来几个月就走了 李希坤提到妻子看似淡然 却仍感受得到内心的粉癌香 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是当然我会觉得说 我应该对他更好 可是我内心里面 我会觉得也很坦荡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 我真的有三尽 有照顾他的责任 而对于因为当年选战 吸取专任教授变成兼任 他从不说怨 甚至把每一批新的学生 都当成新的客户 卖力的满足需求 我不但把他们当客户 都是个家里面的一个小孩子 如果不爱他们 那有一天我觉得 当我死掉的时候 我会遗憾说 为什么我有能力 我当时为什么我逃避了 李希坤的答案看似离经叛道 其实三句不理其宗 就是要忠于自我 勇于承担 就是因为你缓 就是因为你缓 更加强的力量在这儿 醉狂教授昆坯 是长青族网红第一把交椅 也是妙语如珠的麻辣仙师 未来的日子里 他说要继续传播 引以为傲的 他我学